今天突然接到新闻消息说韩国瑜预计11月初就是11月中旬之前要去访美 那早上我也跟着新国处的处长电话联络过 他居然不晓得这个行程 他说他没有被告知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这个访美的行程是由韩的进办来阻挡 那高雄市议会的市政总词许是10月31号开始 那换句话说那个时候韩市长应该是要在高雄市议会接受议员的总词许 10月份整个月份都不用他来议会被许 结果他居然不安排而安排在11月初 那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显见不是为了高雄市政府的市政而去访美的 所以新闻处他不晓得 因为如果市长要访美应该由新闻处来做安排规划 结果处长他完全不知道 那我在这边要呼吁韩市长 如果你是为了你私人的行程要去访美 总统候选人的行程 那你就应该要请试驾 请你不要再省这个钱怕被扣薪 用美其名说是帮高雄市政府去拼所谓的访美的外交 然后呢要用工价 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真的是把高雄市的行政资源 那个用到淋漓尽致 然后呢我们这边看到一个表格 这个是我们高雄市议会 所有的议员总咨询的表格 10月31号开始 我这边大胆的推测 10月31号因为三位都是国民党籍的议员 要来咨询 或许韩市长他会象征性的在这一天出席备训 之后呢他就要进去访美 那他要请假 用访美的行程开始进入他请假 这代表说当初在市政咨询的时候 民进党议员问韩国务市长 你有没有请假的规划 韩市长是藐视议会公然说法 你已经都有预计要去访美了 你怎么会没有请假的规划 你摆明就是已经打定主意要访美要请假了 而且是在总咨询的期间要请假 所以韩市长是最藐视议会的市长 而且不说实话 这个行程绝对不是临时起义的 一定是要长期两边的幕僚做沟通 才会有这个时程出来 所以韩市长摆明就是要请假去访美 而且不是为了高雄市的市政 是为了他个人总统大选的事情去访美 所以他访美会在11月初 就是裹掉这些 那这回来之后就进入到总统大选的密集期 就开始紧接着可能就请假 所以高雄市议会未来 在这个会期市长要真的接受到在野党的咨询的话 我看是天方夜谈 微乎其微 在这个会期间 在这个会期间 因为我们的不许可 我们的不许可